一个包装图片 看了以后很震惊 这个就是假的磷酸而轻甲 还用硫酸美来充担磷酸而轻甲 前两天在我的一个微信群里面 我们新疆农肯科学院的梁飞老师 发了一个磷酸而轻甲的一个包装图片 看了以后很震惊 首先我们大致看了一下 这个就是假的磷酸而轻甲 为什么是假的呢 我们看一下汉字标明的是磷酸而轻甲 但是下面的分子式写的是漆水硫酸美 我们都知道那些造磷酸而轻甲 这个假货的那些厂家 他们往往就是采用硫酸美来充担磷酸而轻甲 因为硫酸美一吨才几百块钱 磷酸而轻甲比它这个硫酸美要高十几倍 但是这个厂家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就要造假的磷酸而轻甲 并且我造假还要告诉你 我这个是假的 首先他就是来欺负我们种植货 不懂分子式 但是想一想这个厂家估计想法是比较多 对于我们农民去购买他这个产品 然后直接让你看汉字行了 因为分子式你不懂吗 汉字写的磷酸而轻甲 你就可以直接买了 但是假如说碰到我们的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懂分子式 然后就直接跟执法人员说 我不是卖的磷酸而轻甲 我卖的是硫酸美啊 我啥了 你看我分子式写的就是硫酸美 这个磷酸而轻甲就是我的商品名 难道说我这个产品的商品名就不能起磷酸而轻甲吗 所以说现在这个造假这 猖狂猖狂到这种地步 确实对我们种植货这些话损失造了很大 因为在这个肥料这些话 造假这些话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是尿素 一个是磷酸而轻甲 前两天我们一个种植货会说的 花两块钱买400克的磷酸而轻甲 想一想 你400克 你两块钱成本都不够 你可能买到是真的吗 但是种植货说了 我用了以后效果确实好啊 实际上好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土壤当中呢 也会缺铭 因为蛋元素过多 以后它还会影响我们这个铭元素的吸收 缺铭以后呢 就导致我们这个叶片发黄 叶片发皱 出现这种情况 你用了硫酸铭以后呢 自然而然的 你这个叶片的 它这个色泽呀 包括涨势就改过来了 但是呢 你这个甲肥比应是补中不上去 并且呢 你花了高价去买了个硫酸铭 好了感谢视频可以 点击下方关注 以后每天都有新的农业技术推送给你